随着汽车宝有量的增多 现在的汽车基本上每个家庭都会有一辆 有的甚至有几辆 但是汽车迟早是是报废的 不够很多车主却并不愿意将自己要报废的车辆送往车管所 宁愿直接把车丢掉 那么为何很多车主宁愿把车丢掉 也不愿去车管所报废 看完货能明白 现在知道还不晚 因为去车管所申请车辆 报废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 在申请时有很多的流程比较麻烦 报废是需要车辆一切证件手续拒全 确一不可 但是毕竟这汽车已经有十几年了 谁能保证所有的手续都在 这一点就很常耗时 而且就算这一项过了 也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走完所有流程 虽然说报废完车辆后 会有一定的报废补偿 但这个报废补偿也仅仅是杯水车薪 因此很多车主便不愿去申请报废 而且很多人普遍都是 朝九晚五双休的工作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车管所申请车辆报废呢 就算周末去 但是周末车管所以就放假了 若是平常去 一般还要请假 可能全情就没了 同时还有一点 有的报废车可能还有违章 对于这种轻出车主要去申请报废 就得先处理违章才能申请 然而违章不仅要扣分可能还要罚款 罚款其实还好 若是一次性扣太多分 很多车主便不愿意了 不过虽然麻烦 但还是希望大家把报废车辆送往车管所申请报废 毕竟将报废车直接丢掉 不仅影响城市容貌 而且也很不好处理 同时车主的个人信息 还与报废车绑在一起 有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所以呀 申请报废才是正确的做法 虽然现在可能比较麻烦 但是现在时代进步飞快 互联网发达 相信以后申请绝对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